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生的时候难敞 小时候不怎么看得出来 长大了越来越明显了 孩子这十几年也其实是不容易 我也会继续陪着他吧 一直当当他的同桌 生化生化生化人会同桌 把我背进了大学 最后的冲刺到了 如何度过这一白天呢 2023年2月26号 高三最后一个学期开始了 你说12年留呢 也给我进入了紧张的参促阶段 三年来 为了方便殷琪上下学 特意把高三一班设置在一楼 希望半年后的你们都能更上一层楼 考取理想的大学 最近感觉妈妈的手有点使无声劲 十多年了 从我介绍开始 她就是我的怀战和双手 妈妈或许有点累了 妈妈原谅我的倔强 我的晚上没有轻摇淡写 每一顶都是刻骨铭心 2021年3月1号 今天一大早 天高能量 穿着像古达同学 已经散落在大街小巷了 今年的冬天似乎有点久 都三月了 还要穿着羽绒衣 如往常一样 妈妈一摩托车 带着我去赶走自己 快到学校 我的摩托车熄火了 妈妈推着熄火的摩托车 我无法站立的 我寒风吹吹 也要慌慌地走到上学路上 那个坡太陡了 推一下 停一下 长口气 再车 再车 车 从下看不见妈妈的脸 我真希望我能帮妈妈一把 车再怎么摇晃 因为妈妈之前多个上学和放学的路上 我从未摔倒过一次 不敢想拥有妈妈的日子 今年全国高考各地还为一万余名残障考生 提供了设置爱心通道 延长考试时间 2023年6月8号 今天最后一门有点难 这三天也是这12年来 娜娜唯一不是我同桌的三天 你和她我答题的速度 明显难了许多 12年了和我同桌的娜娜 三天了许多白 怕她老了 我不想看见她变了 我可不敢生病 怕没人照顾殷奇 殷奇在我这个当妈妈的 也不敢轻易地老去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你是爱 是暖 是希望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生活总该映着光亮 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 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 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 生活总该映着光亮 希望往后拥抱更多希望 夜的尽头交错阳光 手中的幸福 中间会绽放 然一定要找我 看见 Não 轻易地老 在沉导 在这里 tapped